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合仲田 从前有兄弟二人合仲一块田 秋天到了,谷合收了,二人商议如何分谷 哥哥对弟弟说,我要谷得上节,你要下节 弟弟非常不高兴,认为这样分不公平 哥哥说,这有什么为难的 等明年你要上半节,我要下半节,不就公平了 弟弟听哥哥这么说,便不再争辩了 到了第二年,弟弟催哥哥下种时 哥哥说,今年我们不种骨子,种芋头算了